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毫不犹豫的回答 这就像男女爱情似的 女方死心塌地的 对男方一厢情愿 心无二意 又陷又木 忠心追随 而男方却无视女方的存在 还呼朋引伴 打压女方 但是 只要男方回头 稍是好感 女方会主动的头怀送抱 既往不救 讲来可悲啊 但这就是中美的情怀 几乎全世界二战以后 对美国都颇有这种 根深替雇的情怀 直到最近 大家才开始觉醒 美国在1890年的GDP 是全球第一了 但是它真正成为霸权 是在二四大战以后 也就是1945年以后 老美是历经图字 真正日上 树心业魅 全世界的精英都聚焦美国 在1945年到1990年之间 与苏联对抗 两大集团经历了45年的冷战 美国的富强 康乐 自由 民主 美式的选举 美国的硬实力 军事 科技 全球第一 软实力 热门音乐 体育活动 电视电影 流行时尚 宗教信仰 独领风骚啊 铺天盖地而来 无不生生的打动人心 全世界只恨不能做老美 记得小时候 美国新闻处啊 在1950到1960年的时候啊 每个月都发一个宣传手册 小册上面呢 就每个美国的家庭呢 都有洋房 汽车 游泳池 哎呀 我们心里看得真是羡慕自己 觉得是个美丽之国啊 在老美的软硬实力 渗透渗透再渗透 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学校中啊 还讲八国联军啊 根子赔款啊 只有美国还了些回来 建了我们的协和医院 及清华大学 心中啊 有无名的感激 清末中国人的贫病余思啊 看到那时候街头的照片啊 真是心酸 后来的抗日呢 中国从1931年的918事变 独自对抗日本 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 美国参战了 整整的十年之中啊 中国是独自的对付日本的侵略啊 日子是真的不容易啊 老美参战以后 我们历史书上呢 又感恩不已 其实呢 这是一个误导 因为美国对西太平洋的态度 一直都是不准有强权 日本从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以后就独领风骚 美国呢 早就看不顺眼了 所以什么帮老中抗日啊 全是自己一派的抹金 后来珍珠港事件呢 是老美求之不得的一个开战罢了 二战后呢 老美呢 是真正的崛起了 国力呢 是日渐的雄厚 虽然有寒战 越战 吃了鞭 苦头 但是呢 仍是强盛 我们再看 2022年到2023年 全世界GDP前十名 美国是名列第一啊 它比第三名到第十名的 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很多 这里面只有中国不算进去 所以美国的国力呢 仍然是非常的雄厚 不过呢 一个苹果呢 要烂的是从内部开始的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 美国怎么了 第一 美国的工会 美国是从不提工会的事情 好像没认为事情存在 工会呢 其实是美国的一大毒瘤 美国之所以打不倒中国 工会呢 是一大原因 但是 没有人敢提 因为它跟选票有关 强大的工会 使制造业根本活不下去 而且造成极负面的工作环境 把美国梦呢 变成是工作越少越好 报酬越多越好 在美国 美人USA变成 价钱是乱贵 品质呢 是乱糟 如何在世界上竞争 在美国做公司的老板 是噩梦了 尤其是加州 老板是有邪穿的 劳工呢 是无邪穿的 所以 任何劳资纠纷呢 不必就理 有邪穿的 一定是有罪 所以什么加班呢 周末加班呢 假日加班呢 双倍或者三倍的工资 做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 如何胜存 如何竞争 第二 美式选举 任何政治制度 帝王制 独裁制 寡头政治 都会碰到一个继承人的问题 唯独 民主选举制度 选贤与人 为民服务 任期有限 不得垄断 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来解决这个继承人的问题 美国呢 是两年一小选 四年一大选 叫人脱胎换骨 大量的金钱浪费 也不一定是选出什么选嫌语能 但是 现在的政党操纵 满嘴谎言 当然了 还是没有任何一个制度 比选举制度更好的了 现在来看看这个 帆船马车时代的产物 在这种高科技 谋体操纵的时代 确确实实需要改革 首先就是任期 美国的万联国会 众议院像Lancy Pelosi 她已经当了37年的议员 还在做 不过比她多的还有 还有做了43年的 还有做了41年的国会议员 至于参议院呢 也有43年的 还有39年的 共和党的Mitch McConnell 乖乖 太过分了吧 12年的任期足够了 但是美国的国会 如果要用法案来 修改他的任期的话 有时候大概是不可能 因为这种是需要 三分之二的表述 通过才能修改 要二分之一都不容易了 还三分之二呢 所以我想这个改革 恐怕也是梦想 第三个军工企业 以波音公司为例 飞机啊 军机啊 民航啊 航天啊 飞船啊 太空啊 全部一手八半 政府呢 可以用这个 要要挟外国 尤其是小的外国 要买波音公司的飞机 所以这个波音公司 就没有竞争能力了 一个没有竞争的公司 如何能进步 五六十年来 波音公司就烂了 美国的政府 航空总署呢 他欠的许可证呢 也是波音公司 自己可以签的 加上高管 是以利润挂算 连过期 废弃的零件 都可以继续使用 以致空滥频繁 窗门脱落 机舱脱落 和人听闻的空中事故 你几乎以为是一个 三等国家的制造商吧 至于其他的军工企业 比如洛克 希德 马兵公司 Rocket Martin Cooperation 军火飞弹制造商 常常制造国际的纠纷 发动区域的战争 真是最不可赦啊 为何美国如此穷兵度呢 就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呢 他需要和政府勾结 要卖武器 武器卖不成呢 就制造地区的冲突 叫他们互相打 反正呢 就是要达到销售武器的目的 这非常的卑鄙无词啊 所以美国没有什么制造业 不制造业了 民生工业也不在乎了 只要有军工企业就好了 第四大型企业 美国百年的发展的机遇 它的地理位置形式 形成大型企业的蓬勃发展 譬如农业就有ABCD四大农商 Archie Daniel Punch Cartier 还有Dreyfus 后来呢 六大科技超级的化工厂呢 孟山都 AIR BASF Seginta Dol Dupac 它通通控制了农业生化和种子 其中孟山都是最有名的 也可以说是臭名昭彰 GMO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zation 以基因改组的组织啊 全线的掌控 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吧 对于物种的基因改造盛行 据说美国呢 打压了一国呢 第二步呢 就是跑去控制那国的种子 譬如 攻陷了伊拉克 第二天呢 就去人家的农业部 要人家的种子 那么 他也可以说 我推荐我们的种子 比你的好啊 你今年用了以后 不想用就不用 也没关系啊 嘴巴是这么讲 你如果买了它的种子 用了以后 第二年 你不买它的种子 你那块地 种了别的农种物 不是长不出 就是长不好 孟山都对于物种的控制呢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啊 在这种控制之下呢 谁能够逃脱老美的掌控啊 在货运方面 马斯基 也是一个巨无霸 莫尔斯克莱 再加上海事保险 与伦敦合作 控制了全世界的航运 以及海事保险 你如果与老美作对 被它有金融制裁 你也休想运得出你的货 因为你有船 你也没有保险 你只有坐以待毙 另外呢 还有150万个NGO 就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好像蛛丝网似的 把全世界紧紧的缠住 NGO号称是非政府组织 有的是政府出了资本 所以呢 在地球上任何一点点的震动 珠网呢 就立刻传到核心 老美就可以立刻得到信息 第五 乱印钞票 美国除了三川秀丽 气候温和物产丰富 再加上美军 美债 美元 锐不可当 但大少爷做久了 忘记了勤俭持家的股训 终之于挥霍物度 在台高足 新冠疫情期间乱印钞票 再加上 俄乌战争中用美元来制裁俄罗斯 这下就把美元呢 从世界货币的身份呢 拉下省坦 多么可惜 石油美元 做拿全世界的手续费啊 那种赏的日子已经不在 上面只是略台一二了 那么老美既然这么厉害 应该永远成胜才对啊 然而老美的政客 对自己人自己事 好像并不放在重心 也对不起选民 这次通膨 中低层非常辛苦 在大公司财团只顾自捞钱 政府只顾争权夺利之下 一个苹果要赖是从内部开始的 人民的不满如水 能载舟也能复舟 实在应该警惕啊 而且美国好像也没有国家计划 三五十年走向何方呢 今天国家计划就是反中 除了反中以外 还是反中 反中是一个零丹药 一切的解药 因为中国的崛起呢 是个意外 要面对这个意外呢 必须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只会用反中做所有的借口 最后是走投无路啊 套句屈原的话说吧 何昔日之芳草 今日之消爱啊 真是叫人直闭常态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